马斯克推文警告芯片荒尚未过去 未来跌超3% 凤凰网科技讯北京时间12月1日消息 今天常规交易中 未来跌1.3美元 跌幅为3.21% 报收于39.16美元 盘中一度探底38.36美元 跌幅达到5.2% 除奥密克隆变一株外 让未来投资者惊恐的还有 美联储和特斯拉CEO埃隆马斯克的言论 美联储当地时间星期二证实 奥密克隆变一株 可能对美国经济产生威胁 鉴于通胀已相当高 它可能提前加息 这会促使资金有股市流入战事 打压未来股价下跌的一个更大因素 是马斯克在特伦中警告称 全球芯片荒尚未过去 今年 几乎佛有车企都受到芯片荒影响 但最近数个月的交付量数据显示 未来部分竞争对手所受的影响相对较小 相比之下 未来受到的冲击更大 例如 10月份交付量下降了27.5% 对于期望未来能在未来数月解决芯片荒的投资者 马斯克的警告 无疑给他们当头泼了一盆冷水 更多一手新闻 欢迎下载凤凰新闻客户端 订阅凤凰网科技 想看深度报道 请微信搜索凤凰网科技